这陆毅当初为了原惊吓闹得众人皆知,这变得也太快了吧,而且如此的饥不择食,甚至皇上都开始怀疑,陆毅如此好色,那金家父子的事情背后有没有隐情,会不会是陆毅为了这个钟灵然给朱家父子下的套,徐静看到皇上脸色阴晴不定,挑了挑眉,其实他也不是想故意针对陆毅,只是有陆毅这么一个大山,压在朝城脑袋上, 他这个首府的工作不好做啊,而且陆毅太过于优秀,皇上哪还能看到其他人,所以抱着这种想法,徐静没事儿就给陆毅上上眼药,皇上黑成灼脸问道,著名人,徐大人说的可是真的,丽姑娘早就支撑不住了,听见皇上问话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怕反应这么大,倒把徐静吓了一跳,当吓回过头, 诸姑娘,你有什么话,尽管跟皇上说,皇上会为你做主的,而此时丽姑娘想着惊吓的话,还有在送他上京那个人的说辞,咬了咬牙,那人不知道是什么人,而与他互换身份的那人,却是真的皇亲国气,他若是站着身份,没几日正主回来了,他到时候就是死路一条,还不如实话实说,当下一头磕在地上,磕磕巴巴的说道, 皇,皇上,奴,奴家不是,不是真的朱姑娘,什么?皇上都想好应该怎么打发他了,现在他却说,他不是真的,倒是徐静反应得快,大声呵斥,你到底是什么人? 冒充皇亲国气,居心何在,丽姑娘拼命地摇头,此刻在徐静的咄咄悲人之下,说话反倒流利起来,回皇上,尤家本是一个叫徐公子的人,送往成天府成公主府的众多姑娘中的一个,但是中途遇见一个自称被击掠的皇亲国气,他也能换了身份,徐静听了这话,气不打一处来,你可知,你这是欺君之罪,丽姑娘的脸刷一下白了。 使劲磕着头,皇上饶命,奴家绝没有欺君之意,奴家只不过是听说常公主府的大王爷,二王爷后院姑娘众多,而且年纪已经大了,如有幸见过徐公子,只想挣一个前途,绝对没有欺君之意,徐静还带说什么,皇上抬手拦住,面色如常,看向地上的人,你且细细说来,一个字一个字的说,一句不准落下,徐公子,常公主府,大王爷, 二王爷,皇上只觉得胸口发闷,这群人当他是死的,猛,丽姑娘也知道自己活命的机会就在眼前,此时脑子里只剩下八个大字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,当下细细的说了起来,奴家是阴天一家清楼的清官人,被一位叫徐公子的人买下,奴家本以为会跟在公子身边,没想到是要去掌公主府伺候, 与奴家一同被买入的还有一个姐妹叫平儿,我们快到成天府的时候,车上突然被领头的塞进来两个姑娘,攀攀之下才知道他们是被扎来的,要送给徐公子的,其中一个姑娘提议要与我和平儿互换身份,奴家想着,都是伺候人,徐公子年轻英俊,买下奴家的时候一只千金, 可见不是个缺钱的主儿,奴家就同意了,当时我与平儿面上,戴着圆皮面具,徐公子的人来接人的时候,指定要平儿假扮的那人,是叫,丽姑娘拧着眉头想了一会儿,皇上也不催,十分有耐心,是叫,叫圆惊吓的,可是谁知道领头都搞错了身份,我就这么阴差阳错的被带走,但是最终我也没有见到徐公子,直接就被送到了京城, 我本以为上京城会有什么荣华富贵,却不想来见皇上,奴家实在不敢隐瞒,皇上听完,神色有些微妙,实在没想到,这事儿还同袁金夏有关,照这人这么说,徐公子抓的是袁金夏,朱明然就是顺带的,那这个徐公子的身份可想而知,难怪大理寺少亲说路易那么着急,送人给长公主府,抓人,皇上看向徐静的神色危险起来, 这徐家是想干什么,徐静此时也不敢出声,皇上看了太医惠儿,没作声,毕竟这事儿还没有证据,徐爱卿,你先退下吧,这人就留在宫里,等查清了真相再安排不迟,徐静咽下了满肚子的话,十分郁闷地告退,这简直是偷鸡不成十把米,承天府一管,路易撤了城门的锦衣卫,长公主府就送来帖子,这是要收买你吧? 月清风捞起桌子上的帖子看了看,嘖嘖两声,带着三分看戏,七分幸灾漏获的表情,这场公主府能给你的收买,不外乎也就是财合色了,这财忙,看你也不像缺钱的模样,这场公主府据说扣门得很,也不可能给你钱。 给你带一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